大家好,这里是树哥 有一个相机设定的问题我被问过很多次 那就是索尼相机上的PP是什么意思 图片配置是什么意思 γ曲线是什么意思 色彩空间是什么意思 10万个为什么 比如SNOX3它在PP里就设定到了PP8 为什么是PP8 反正这种问题每天都有 每个色彩配置里最重要的设定 当然就是γ曲线和色彩空间 那松下的微单上的Vlog 虽然它不能选择色彩空间 但是它默认是使用了松下的VGarmat 是一个很大很宽的色域 只是它们是捆绑销售的 那今天我用比较简单 可能也不那么通俗易懂 不去深入探讨的方法 介绍一下γ曲线 你的log曲线和色彩空间 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错的肯定也不会太离谱 首先这一切都要从相机的传感器说起 相机的传感器CMOS 它的每一个像素都要感光 都要接收光子 光子的多少被转换成电压 然后通过一个装置叫做ADC 把每个像素接收的电压 转换成数字信号 比如某一个像素 它接收了10个光子 ADC就会把这个信息转化成数字10 当然这里讲的这么简单 事实上要复杂的多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射手们在控制曝光的时候 理论上来说都知道 快门速度减慢一倍 那曝光量就会增加一档 或者光圈开大一档 那曝光量也会增大一档等等 那曝光的每增加一档 传感器单位面积接收的光子的数量 就会多一倍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比如某一个像素的曝光翻倍 那它在动态范围里 就会进入更高的一档 动态范围的一档 和曝光的一档 就是这么连接在一起的 那现在假设传感器 可以记录8档的动态范围 我们把RAW的信息 就写入到一个8bit的文件 那它的动态范围的数字分布 就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8bit是2的8次方 就是有256个可用的数值 来记录像素的亮度 0到255 因为RAW的文件是没有颜色的 它是一个黑白的 只是每个像素记录亮度的强度而已 那255就代表完全的饱和 在过曝的边缘 0则代表了完全没有接收到光 那就是完全的嵌曝 那在这个例子中 记录了至少128个光子的像素 就属于最高的档位 也就是第8档 那最高档位 足足用了8bit的一半的可用数值来记录 第8档的128到255 所有的数值都除以2 就等价以曝光减少1档 在剩下的一半的可用数值中 又有一半用到了第7档 比如记录了64到127个光子的像素 就属于第7档 那第6档则包括了记录 32到63个光子的像素 最后两档简直 惨不忍睹 就两个数字可用而已 这就是所谓的相机传感器的线性反应 那动态范围等每一档 是严重的分张不均 如果直接把线性的RAW生成的文件 压缩成线性的8bit的文件 储存到记忆卡中给你欣赏 那这个文件的暗部 有多么凄惨是可想而知的 那那个又是什么东西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Coda的C年系统 这是一套胶片扫描系统 比如你用相机的复片拍了电影 想数码化 那需要通过胶片扫描仪 把胶片扫描成数码信号 如果你用过复片 也就是胶卷 那大概知道 复片的感光情况 就是月亮的曝光区域 复片上的相对的区域就会越暗 然后从很亮变成超亮 比如说再增加一档曝光 那复片的那一个很暗的区域 就会更暗一点点而已 所以复片是很不容易过曝的 这和数码传感器是相反的 那复片的感光的反应 基本上和log曲线是相符合的 胶片扫描 以扫描出的数码片段 它的曝光反应就是接近于log曲线 同时在胶片扫描仪的后期过程中 它还会反转颜色 比如说让黑色变成白色 那颜色也会反向 你拿到手的数码版本的复片扫描 就是可以直接在显示器上观看的 那在709的显示器上看上去 就有点现在数码相机log图片格式的味道 低饱和度缺乏对比度 那数码相机用RAW拍照倒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用RAW来拍摄视频 那储存空间写住速度 特别微单的散热都会是很大的问题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动态范围 这些log曲线都可以说是非常苛打的C连曲线 这些log曲线的曝光的响应 也是最接近于胶片的复片 最容易调出胶片的感觉 而专门为优化数码传感器 而设计的一些曲线 比如slog2,clog3,clog等等 它们则和c连曲线相差的比较远 所以很多适用于log的not 可以用到slog3 但并不能用到slog2 因为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个图大概就是传感器对光强度的线性反应 那横轴是曝光度 纵轴是输出的亮度信息 因为传感器是线性反应 比如这里比较亮的一档 就占据了输出亮度值很大的一部分 就像刚才所介绍的最高的一档 会占用一半的可用空间 而最亮的一档 往往又不会记录太多的信息 非常的浪费 那在去拜尔去马赛克生成RGB彩色文件 之前很多摄像机就应用了log曝光曲线 把log曲线作用到raw的数据 让它们重新分配 比如这里最亮的一档 经过了log曝光的映射 就只会占据很小的一部分的输出的空间 而log的映射后 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一档平均分配 最大程度的保留中间调和暗部的信息 同时高光做到类似于胶片的缓慢的过度 到过曝的那种感觉 很多高端电影机如果能够直触压缩的raw 它们的raw很多都是先经过了log的映射 然后进行压缩 储存到记忆卡 在电脑里编辑时要先解压缩 然后去log显示路纸的raw的正确信息 或者你直接编辑log过后的raw也可以 比如说索尼的A7S3的外路的raw 就是12bit的lograw 而不是线性的raw 那色彩空间又是什么鬼 每次看到色彩空间的介绍 都会看到这么一个图片 一个半橢圆形的空间里面包含了一个三角形 其实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外面这个半橢圆形的空间 应该是我们肉眼能够感知的色彩 实际上这应该是3D的 那这里看上去是2D的好像是做了一个什么投影 那这个色彩空间的名字好像叫做CIE1931 那中间的这个三角形就是我们定义的色彩空间 比如最常用的sRGB 8bit的sRGB的色彩空间 有些色彩空间甚至会超过CIE1931的范围 也不要太惊讶了 那在数码相机上 我们使用三原色是红绿蓝 但是你想没想过什么样的红色红色 什么样的蓝色蓝色要多虑才算被虑掉了 这就要和你的色彩空间的定义有关系了 色彩空间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就代表了你的三原色 比如这里的sRGB的三角形 最上面的顶点就是绿色 左下方就是三原色的蓝色 那右下方就是三原色的红色 三角形的边就是这个色彩空间的边界 如果我们再看看BT2020的色彩空间 首先它的三角形是完全包含了sRGB的三角形 它的红绿蓝和sRGB的红绿蓝也不一样 而且更加接近于人类感知色彩空间的边缘 它的红绿蓝能够混合出来的颜色 当然就比sRGB要多得多 很多相机厂家都有自己的色彩空间 而且还不止一个 那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三原色的位置不一样 大小边界不一样 当然色彩科学就不一样了 那色彩的比特的深度和色彩空间有关系吗 比如你的相机告诉你可以录制10比特的视频 那算不算屌 也就是红绿蓝三个通道 每个通道有二的十次方 总灰阶的颜色 虽然它们是独立的概念 但是关系还是有的 比如8比特的sRGB的色彩空间 你的不同的灰阶的绿色的RGB值就是从010,020,030 一直到02550 02550就代表最绿的绿色 也就是色彩空间里三角形的某一个顶点 如果是16比特的sRGB的文件 那绿色就是从010,020,030 一直到065536 016比特从最不绿到最绿中间过渡了65000多个阶梯 而8比特只有255个阶梯 所以色彩的比特深度更多的是定义了色彩过渡的精细的程度 那在16比特的色彩深度下 你混合红绿蓝色也会得到 会得到280兆种颜色 但是8比特的sRGB一共只能得到不到 1700万种颜色 但是你把16比特颜色的sRGB空间 映射到8比特的sRGB的空间过后 很多颜色其实是无法区分的 特别在主流的8比特的sRGB的显示器上 大量的颜色会重叠 所以实际意义并不大 但如果你使用的是比较大的色彩空间 比如BT2020 那8比特的色彩深度又不足以填满整个色彩空间 或者说不足以让颜色过度达到一定的精细度 你需要10比特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程度 在使用大色彩空间时 你的文件最好要是高比特才能达到正确的匹配 高比特可以让log文件的每一档进入更多的信息 高比特也可以让色彩过度的更加的精细 但是色彩空间自己的大小也可以限制高比特的优势 比如你用10比特的S-Log3 但是你又选了一个709或者S10T的色彩空间 这种搭配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可能在电脑显示器上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但是一旦你要进入那种比较深入的调色 或者有大量的抠图什么的 那问题就会很明显了 所以录制log视频是一个宽设于空间是必不可少的 而索尼的S-Log白皮书上介绍你怎么用 你就怎么用 那中下的比如说Vlog它是捆绑了Vgarment 所以你也没有选择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